產後很需要有一個腰疹或抱著 塞在這裡靠著 來 詹醫師 為什麼奇怪 產後 第一個剛剛提到先講那個無痛分娩 因為一般來講做無痛分娩 那個針勢上是比較粗 但是就是說我們每一個骨結跟骨結之間 都有一些韌帶 那你這樣子硬把這個韌帶等於穿破那個韌帶 才能夠在這個神經節的前面的空間去 所以多少會造成這個韌帶的受傷 所以這個韌帶的受傷有時候需要這個時間的恢復 但是你有想想看我們在產後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在動的時候 我們脊椎都會動 對 所以這些韌帶事實上是一直被拉扯 所以復原的時間就會比較慢 就慢 對 這個是跟這個所謂無痛分娩 造成的這種疼痛 那的確蠻多病人會覺得說 這個真的需要一點時間來做一個復原 這個是有關 那第二個就是說剛剛提到說 產後的這個腰痠被動 事實上跟幾個有關 第一個是跟我們的飲食有關 我們很多人在這個攝取的鈣質不足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人說 鈣質不足會腳抽筋 事實上腳抽筋是嚴重的不足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會腰痠 因為你的鈣質最多的地方就是我們的骨頭的關節 這個骨結裡面嘛 所以鈣質的流失事實上第一個就會腰痠 那第二個就是跟我們的姿勢不正確 就是說你看有時候媽媽因為母奶 因為很久 所以這種的話是跟肌肉有關 所以剛剛事實上說那個欣盈有提到說 兩側的這個跟姿勢 事實上是比較有相關的 還有跟我們的作息有關 就是說有時候你的作息 譬如說很累了 那你一歲那個姿勢不正確 那當然起來以後你就腰痠背痛 那產後又要餵母乳 然後又有這種生活作息的其他的部分 都會讓你加重這些腰痠背痛的一些問題 所以也回過頭來剛剛又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產後的資源系統 作業值就很重要 有人可以幫助你 或者說在餵母奶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支撐 然後知識的改變 這個事實上都可以減少一些 不必要的腰痠背痛的問題 那第四個事實上隨著年齡的增加 本來就會 還有就是說知識的不正確 剛剛提到說有時候如果說你在之前 你可能很多的知識你會小心 所以說看到小朋友哭 你就馬上就衝下去了 那個動作像剛剛事實上也提到說 容易不正確 對 這個知識不正確就會加重 就受傷了 那跟懷孕的時候 這個肚子裡的胎兒的重量有關 也有關係 事實上就是說 因為像有人身上4千多公克 5千公克 雙胞胎也是 怎麼這樣重 事實上你看 這個媽媽為了要平衡走路 到中末期的時候 有的人形容說 那個走路就像企鵝而已 為什麼這樣 就是要開開的平衡 那你如果雙胞胎 我之前還有媽媽 那個來看門診的時候 她是開門 是背後走進來 背後 因為她倒著走 她這樣才能平衡 因為她雙胞胎 真的嗎 真的是 先生就牽著她 然後就這樣倒著走進來 所以以後我會這樣子嗎 然後就倒著來錄影 因為在菜市場你去買菜 我們看有一個是 背後的背後的 你還要吃 買蔥送青菜 就是你啦 這樣很恐怖 這好像中斜還是很一樣 所以你想想看說 那個平衡 你身體的姿勢都改變 那這個當然也會加重你的腰痠背痛 那如果補充鈣質勒 有幫助嗎 也會有幫助 所以我之前有個媽媽說 我每天都有吃鈣 可是為什麼還是會腰痠背痛 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你要吃雙胞胎的量 因為寶寶可能吸收的量 比你預期的還更多 真的吃了以後就做一些緩解了 這個是在開始腰痠背痛 懷孕的時候 還有就是說產後也一樣 那腰痠背痛 你剛剛說是二到四個月 它應該會好對不對 對 那超過四個月以後咧 那就是有一些後遺症出現了 對 那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過了這段時間 你還沒有辦法改善 或者說你有越來越嚴重 那建議你可能就要看 骨殼或腹腺症 去尋求說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問題 是不是這個生產造成的 或者說已經造成一些 永久性的傷害 譬如說 像我生完這一胎的時候 腳都是麻的 到現在還懂 我也是 我覺得可能就已經壓迫到了 然後需要去看腹筋 因為如果說這個整隻腳麻 這個很明顯就是所謂的 坐骨神經痛 就是在那個腰椎的 第四 第五節那附近 那有可能是姿勢 或者說搞不好已經有 都有可能 或者是說基柱 可以先看骨殼 其實腰痠背痛 主要還是脊椎 那如果改善脊椎的方式 其實我們頭頂 我們會講 人的頭頂到腳頂 一整個是一個筋膜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筋膜緊了之後 還是一樣 頭緊胸整個的要放鬆 不要只一直敲這個緊的地方 它會發炎 而且會越來越緊 所以我們一樣 就是從頭頂開始敲 然後敲到這個耳朵後面 交界的這個脖子 跟這個後腦袋這個位置 多敲幾下 先把這個筋結把它解開來 然後腳底可以晚上泡個熱水 讓它鬆 上下鬆 這邊就可以慢慢的鬆 不要說一直去敲你的腰部 其實就可以慢慢改善 對 其實那運動不是以行不行啊 靠運動是不是腰痠背痛可以改善 第一個是應該先找 如果持續四個月以上這種 先找原因 OK 第二部分 為什麼要 因為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 現在都流行說 盡量希望大家 就是產後可以補胃母乳 那個女生也一樣 她就是產後就補胃母乳 那補胃母乳 她餵了一年 她想說能餵盡量餵 那餵的期間 她也沒有特別說 去補充自己的什麼營養 但是她這段期間 就是非常嚴重的腰痠背痛 甚至有時候不只是腰痠背痛 她覺得有時候肋骨什麼 也都會覺得痛痛的 可是她那個時候 就覺得應該是知識錯誤 或者是就是反正 媽媽以後都會有腰痠背痛 直到她沒有停胃母乳之後 一年多出關 就跟姐妹玩的時候 一站在一起才發現 你怎麼變矮了 她就發現很明顯 她說因為一般人會老鬥縮 可是沒有人會縮得那麼快 她說她一年的期間 她的身高是矮了大概4公分以來 那太多了 這個時候她才發現不對勁 她就趕快去看醫生 後來才發現她不只是缺鈣而已 因為她是 然後骨鬆可能造成一些 部分的一些崩塌性的小骨質 就壓扁了 所以使得她身高變矮 如果你是產後這種 你要特別第一個注意 你又在補餵母乳這一群人 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蓋著 然後注意自己有沒有骨鬆的肩上 這些嚴重如果忽視太久 真的就長得未來 好 妳這麼一講文華擔心 到現在還在餵母乳啊 對啊 然後腳右馬 腳右馬 賽駕時代很大 所以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大家產後以後 都有腰痠背痛的問題 那我有一個朋友也是這樣 那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 知道她有子宮肌瘤的問題 我想要問說 是不是因為她有子宮肌瘤 所以她腰痠背痛的 那個嚴重程度 就比我們一般產後的媽媽 還要更嚴重 有可能 因為子宮肌瘤它本身如果說比較大 它本身就會讓骨盆腔沖血 因為它重嘛 所以第一個也會 那第二個是有時候壓迫 有些人他往後 如果肌瘤長的位置比較拋進後面 它會壓迫到你的大腸 所以你的負壓也會增加 然後也會合併有些人 就容易便秘 那肚子容易脹氣 這個也會讓你腰痠背痛 還有就是說它直接往後壓到 脊椎的部分也會 那另外事實上有的時候 是一個神經的感覺 因為我們這些子宮的神經 都是從我們的這個脊椎發出來 所以像說有時候 大家有一個感覺 像月經來的時候會覺得腰痠 對 事實上是子宮收縮 子宮收縮它把這個訊號傳回去了 神經 那個我們的脊椎 那脊椎以為說它在腰痠 事實上是 那也是一樣說說 當這個肌瘤比較大的時候 它也會有這些訊號 所以事實上 有些病人這樣的情況 我們處理掉子宮肌瘤 它的狀況就改善了 對 那這種生產完的腰痠背痛 有可能在懷孕的時候 做一些什麼先預防嗎 第一個就是說 在懷孕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到比較大的肚子 就是要脫腹帶 稍微要脫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姿勢上面要稍微注意 不要再提重物 如果說你已經這樣子了 那有的媽媽還是很辛苦 還是照拿 又是生第二台的 又要照報照拿 對啊 那這個都是會在 產前的時候就要開始去注意 或是產後已經腰痠背痛了 老公可以幫忙煮個什麼湯嗎 等一下啊 同意是有什麼建議嗎 一定要 其實做月子期間 常常吃的麻油雞 還有這個杜仲 或是黑豆枸杞粥等等 都是非常推薦的 那杜仲它筋骨跟 就是叫產後腰痠 效果本來就很好 所以產後很推薦杜仲 黑色東西都可以 黑豆 黑木耳 對 其實都是很推薦的一個食物 不過我覺得 這樣一起聽下來 所有的男士們 真的要特別特別留意一件事 很多爸爸都是只有在關心 懷孕的時候 肚子裡的胎兒還好嗎 生下來之後 寶寶還好嗎 你都忽略了整個別人 其實他是有一些狀況 他最辛苦 要多給予一些支持跟關心 沒錯 那孩子也記得要孝順媽媽 孝順 孝順 算了 我們怎麼搶求呢 不要去忘記者 好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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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